简单时间 等了一下 你们的足球队赢了四分之三 问三次 三次等于三除以四 也就是0.75 再乘以100 就是75% 所以75%还不错 对吧 所以请记住 如果你在这里画一条线 这是0 这是50 这是1% 75号在哪里 75号在这里 所以很有可能 是啊 下一个是0概率 那么0%在哪里呢 0%在这里 所以0%是不可能的 M 明天太阳升起的概率是1 太阳升起的概率是1 因此 如果有1乘以100 就得到100% 而100%是确定的 7月有5分之1的日子会下雨 对吧 所以我们要改一下 对吗 如果你想改成百分比 你可以把1改成5 你可以用1除以5 计算器里就会得出0.2 再乘以100 就能得到20% 那么分体百分号 20%在哪里 20%在这里 20%不太可能 有5%的机会赢得比赛 5%的机率 5%的机率 我的天啊 5%就在这里 那么 5%的可能性不大 对吗 机会很小 把每个概率写成分数 用最简单的公式表示 概率为1 你有一个头子 一个数字理方体 想想这个 对吧 标准头子 这是你的模具 12345 6呢 5 6 对了 所以是123456 得到1的概率是多少 嗯 概率 我们有多少个1 只有一个 一个 那么得到1的概率是1 总数是6 对吗 因为有6 因为有6个数字 得到2的概率是多少 在头子上 数字两只出现了一个 所以是6分之1 得到1 得到1 得到1或2的概率是多少 1或2 所以是1或2 所以6次中只有2次机会 所以如果你简单的概率是1 所以如果你简化一下 对吧 在计算器里 你按下sing键 这就变成了1大于3 而不是4 不是4是12356 好吧 不是4所以是12356 所以6个数字里有5个偶数 对吧 什么是偶数 偶数是2 4 6基数是1335个指数 指数是数字2 数字3和数字5 偶数是4 6 那么得到偶数的概率是多少呢 偶数是2 4 6 所以我是3大于6 或者简化了一个半指数 这里有几个指数 2 3 5 2 3 5有3个指数大于6 或者说 一个大于两个合成数 谁是你的合成数 合成就是你的4和6 所以6个里面有两个 或者说简化了三分之一 123455或6的概率是多少 好吧 你有六分之六 对吧 也就是100%的概率 不是7 这里没有7 所以非7就是12345 同样6大于6 好吧 一秒钟 这就是所谓的天定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对吧 1% 1%就是必然事件 在滚动数字 立方体上 得到7的概率是多少 0% 没有7 那么 概率是多少呢 没有1 没有1 没有2 没有3 没有4 没有5 没有6 再说一遍 0%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第一 有多少种可能的结果 好吧 如果你仔细想想 你有一个绿色 然后让我们看看我能不能画出这个 一个绿色 一个绿色 两个蓝色 一个黄色 三个紫色 三个红色 想象一下 你有这个 一共有多少 120万03百 40万0500 60万07百 8009百 一十一共十个 从第一项开始 有多少种可能的结果 有十种可能的结果 有十种结果 样本空间里 有多少颗弹珠 请稍等 样本空间中有多少颗弹珠 十个 得到蓝色的概率是多少 好吧 得到蓝色的概率 我们有多少个蓝色 一二两个 一共多少个 一共十个 如果简化一下 就变成了一大于五 不是红色 没有红色 没有红色 所以没有红色 就是绿色 蓝色 黄色和紫色 没有红色 所以十个绿色中 要有1234 减5677 得到绿色的概率是多少 十分之一 不是蓝色 没有蓝色 所以是绿色 黄色 紫色和红色 所以十个里面有123-45-6788 或者五个里面有四个 简化紫色 得到紫色的概率是多少 哦 这里有三个紫色 所以十分之三 蓝色或红色 蓝色或红色 所以 一 二 两个蓝色 三个红色 一共是五个 超过十个 黄色黄色的概率 一大于是橙色的概率 这里有橙色吗 没有所以是零 因此 实际上 我们可以写出十个中的零个 这与零是一回事 不是粉红色 没有粉色 所以没有粉色 就是绿色 蓝色 黄色 紫色和红色 满分十分 好吧 这喝一个又是一回事 让我想想用不可能 不可能 同样可能来描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可能还是肯定 从一副标准扑克牌中 随即抽取一张绿牌 所以 如果你知道 一副标准扑克牌是什么样的 嗯 一副扑克牌 让我举个例子 让我拿一副牌 给你们的卡片 一副牌 你肯定很熟悉 接招吧 如果你看这里 这是一副扑克牌 这是黑色的 这些是俱乐部 这些是黑桃 黑色和黑色 然后是方块 红色的 还有红心 红色的 有绿色的吗 这里没有绿色 没有绿色 这里说的是选中一个的概率 绿色 从一副扑克牌来看 是0% 不可能 从一个装有从1到12标签的纸的罐子里挑出小于15的数字 比方说你有这些数字一二百三十四分之五千六七十八九百一十一心一百一十二 对不对 你要选一个小于15的数字 好吧 如果你选一个 是不是小于15 是的 如果你选12个 是不是小于15个 是的 如果你随便选一个数字 它们都小于15吗 是的 那么概率是多少 是十二分之十二 也就十一 再乘以100 就是百分之一 现在是下一个 从一个贴油纸标签的罐子里挑一个偶数 标签从一到十 你要的是偶数 好吧 就算是吧 还有偶数 那么我们有多少个偶数 120万零3456 总数是多少 十二加半 我们在哪里 同样 我们有三颗蓝色弹珠 六颗红色弹珠 两颗绿色弹珠 和一颗黑色弹珠 求得到蓝色弹珠的概率 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分数 好的 那么蓝色弹珠的概率是三比多少 一一二把三十四分之五 金六百七十八 九百一十 一一一百一十二 十二分之三 如果你把黑色弹珠简化 得到黑色弹珠的概率是多少 成为十二分之一 绿色弹珠是两颗对吗 十二个中有两个绿色 或者六个中有一个绿色 红色弹珠是十二分之六 或二分之一 不是绿色 没有绿色 所以没有绿色 就是三个蓝色 六个红色 一个黑色 十二个里面有十个 六个里面有五个 可能是蓝色或红色的 那么蓝色或红色 就是三蓝六红 这样十二个里面就有九个是绿色的 或三四个 绿色 红色或黑色 绿色 红色或黑色 那就是十二分之一百二十三分之四百五十六分之七千八百九十九 四 三 四 不是红色 不是红色 没有红色 所以没有红色就是蓝色 绿色和黑色 所以是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一比二 一个 呃 黄色 这里有黄色吗 没有 那就是十二分之零 还是零十二分之零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没有黄色 没有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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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蓝色 红色 绿色和黑色的总和 因此 这将是十二分之三的六千九百一十二 这是百分之百肯定会发生的事件 嗯 这个让我们看看我能不能 对不起 也许吧 我能做到好吧 这里有一副牌 对 然后我把问题带过来 我知道 你们中有些人 可能从未玩过扑克牌 所以这副牌 你需要知道的是 首先 有一千二把三十四分之五千六百七十八 九百一十 J P5 K 所以 这里有十三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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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十三张牌 所以 一共是五十张 二百一十三 加十三 加十三 一共是五十二个想象一下 不用看 你想拿红桃五 有多少个红桃五 这个人是红桃五吗 只有一张五十二张黑牌里 只有一张 你想拿一张黑牌 你有几张黑牌 这里有十三 这里有一心三百一十三 加十三 等于二十六比五十二 如果你把它简化 就是半张句 你能得到千金顶的概率有多大 有多少捷克 一共有一些二百三十四个捷克 或者说十三个捷克里有一个捷克 方块或梅花 你有多大概率能选中钻石或梅花 这是我所有的钻石 我所有的钻石 我所有的梅花 一共有几辆车 好吧 那就是五十二辆中的二十六辆 或者是一辆半个皇后或国王 如果你选了皇后或国王 你就赢了皇后一千二百三十四 国王一千二百三十四 这就是八百五十二 因此除以四就是 二百一十三 方块皇后 如果你选择的是方块皇后 你就赢了 那么有多少个方块皇后呢 总共五十二张牌中只有一张 没有黑牌 没有黑牌 就是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 所以是所有的红星和方块 那就是二十六张下一张十八 九或十八 八九 然后是十一共多少张 以千二百三十四 减去五千六百七十八 再减去九百一十十二 除以四 就是三或十三 没有心 没有心 所以 如果你认为不是心 那就是这个 对吗 不 不是这些应该是 一千三百一十三 所以是五十二个中的三十九个好吧 那就是三比一 红色或黑色 如果你选红色或黑色 你就赢了 这里有几张红牌和几张黑牌 有五十二张大于五十二张 或者只有一张 所以 有一张是一样的 如果你把它称以一百一十 就是说 就是说 Hundred 好吧 这是你的小 我想是作业 不 还有更多 对不起 这里只有底部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们要用不可能 不可能 不太可能 或同样可能 这有一点不同 但意思是一样的 可能或确定在一副扑克牌中 抽到十三的几率为零 所以零点几率是不可能的 百分之五十的几率好吧 百分之五十的几率是 可能是 不可能百分之八十的几率 我是说 想想看 对吧 这是零 这是一百 这是五十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中间是什么 嗯 不太可能 而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百分之八十 这里是百分之八十 所以很有可能 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 百分之二十在哪里 百分之二十就在这里 对吧 所以百分之二十不太可能 好吧